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之前我向大家做了两个视频 介绍如何去搭建Wordpress个人网站 之前介绍的方法是 基于虚拟主机来进行一键搭建 所以虚拟主机就是主机服务商 开发出来的专门搭建某个特定应用的服务 比如我之前购买的这个主机 就是专门搭建Wordpress网站 这种虚拟主机的优点很明显 就是比较适合技术小白 一键安装 不用去维护服务器或者数据 只需要专心做自己网站的内容就可以了 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 首先是价格比较昂贵 因为它的价格里面包含了服务器的维护费用 另外就是你购买的这个虚拟主机的用途非常单一 只能去搭建网站 如果你想去搭建代理工具 或者搭建邮件服务器的时候 或者说你想去搭建两个网站 这个时候你只能去购买另一个虚拟主机 这样的话费用马上就会多出很多 所以我在考虑把我的虚拟主机 转换成VPS主机 VPS相当于一台在云端上的电脑 你可以给它安装各种系统 比较常见的是Linux系统 当然你有钱的话 购买配置比较好的VPS 你甚至可以给它装上Windows系统 在这个系统内 你可以安装任何你想安装的任何服务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搭建Wordpress网站 只要你购买的VPS主机配置允许 你就可以不受数量限制的搭建多个网站 另外你在搭建网站的同时 你还可以在这个主机上去搭建 你自己的代理工具 你自己的媒体库 你自己的网盘工具 VPS主机的价格 往往和虚拟主机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用VPS主机可以做到一鱼多吃 从根本上也会减少我们的费用 提供更多的玩法 VPS主机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VPS主机一个最大的缺点 其实也不能说是缺点 就是它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 好在现在网上的各种教程很多 而且都是免费的 只要大家善于利用Google搜索 基本上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自己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小白 通过自己不断的Google不断的搜索 终于总结出来一套 从零开始购买VPS主机 搭建个人网站 搭建代理 搭建网盘 搭建影音库的方法 今天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够帮助有需要的小伙伴 今天的内容比较偏技术方面 如果说你想搭建自己的网站 有懒得折腾的话 那么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这两个视频 可以在5分钟的时间内 一键搭建自己的网站 非常简单 适合小白 那如果说你想折腾 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就推荐继续观看我下面的视频内容 首先我们讲在VPS上 如何搭建个人网站 目前在VPS上搭建个人网站 最主流的教程是基于 LAMP环境下的搭建 网上有很多一键脚本 大家可以通过复制粘贴的方法 很容易就去搭建一个网站 但是基于LAMP环境下 搭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资源占用会比较多 像我之前购买了一个内存1G的VPS 在搭建一个网站之后 内存会到70%到80% 交换内存更是经常占到100% 这样整个网站就会变得非常的卡 如果购买内存更大的VPS 那么价格又会高出一倍多 这样我们还不如去选择虚拟主机 来直接搭建网站 会更加的划算 而且LAMP环境的搭建 往往需要一个小时以上 步骤非常繁琐 而且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采用了另外一个新兴的技术 来搭建网站 这个技术就是Docker Docker是一个打包好的虚拟环境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种虚拟环境之中 搭建网站 只需要几行代码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资源占用非常的少 在Docker系统下 搭建的网站 一记内存占用只有60%左右 而且交换分区根本就没有用到 非常适合小内存的主机来搭建网站 举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们要烧一桌菜 传统的做法是 我们需要先计划好自己要烧什么菜 需要买什么菜 然后去菜场购买 买回来之后还需要洗菜切菜 这一系列繁琐的步骤做完之后 才可以正式的去烧菜 会烧菜的小伙伴可能知道 烧菜真正的费时间的就是洗菜切菜这些步骤 比如你做一顿饭可能就要一个小时 洗菜切菜这些环节 可能就会占到40分钟 真正烧菜的话可能20分钟就烧好了 而Docker环境下搭建的话 就相当于你来到了一个有各种食材的厨房 这个厨房里面所有的食材都已经洗好切好 你只需要去烧菜就可以了 这相当于我们把一个小时的时间缩短为20分钟 那么今天向大家演示的就是在Docker环境下 搭建个人网站以及搭建个人代理 今天演示的内容用的VPS主机服务商是糖果主机 之前向大家介绍的Wordpress一键搭建 用的也是他们家的主机 他们是位于英国的一家主机服务商 目前提供的是由美国香港的高速线路 今年是他们成立的12周年 也在做很多活动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去官网了解一下 他们家的VPS主机分为两种 其中一种是无线流量的主机 这种无线流量看起来很美好 但是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需要注意右边的是它的带宽只有3兆的带宽 也就是说你上传和下载的速度 都被限制在1秒3兆 这个带宽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说不建议大家购买 另外一种主机 他们的流量是1TB 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搭建网站的话 这个流量是完全用不掉的 再加上如果你搭建一个代理工具的话 用这个代理看4K视频 这个流量也是完全够用的 另外它还提供了一个 中美极致专线和一个香港专线 这两个的话在中国大陆的访问速度 相对而言会更快 但是他们费用的话也高出近一半 所以要考虑经济实惠 可以选择洛杉矶的服务器 位于美国的西海岸 速度也还可以接受 购买主机很简单 直接去选择一下自己需要的配置 如果只是搭建网站还有代理的话 建议1GB的内存完全就够用了 我们这边选择好自己想要购买的套餐 然后到这边劝一下 如果你不确定VPS主机是不是适合自己 那么你可以先购买一个月 尝试一个月 到期之后再决定自己是否要取消它 还是是否要继续去续定 没问题的话直接去购买付款 付款方式的话支持国内的支付宝 购买完成之后 我们到后台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SSH工具 最简单的是可以直接点击 用系统自带的SSH工具 我这边用的是这个工具 功能没啥区别 下面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复制代码就可以了 代码我会放在我的个人网站 大家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跳转就可以 好的我们进入VPS的SSH后台之后 首先来升级一下系统工具 直接复制这行代码就可以了 升级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需要复制安装Docker这一行代码 现在系统在执行自动安装 大概需要一到两分钟的时间 好的如果再出现这个用户名的话 说明你安装成功了 我们需要设置一下Docker开机启动 直接复制这两行代码 然后给Docker添加一个管理员的权限 之后的话我们安装Docker Compose 安装完成之后给它添加管理员的权限 最后我们安装一个网络代理工具 下面的步骤是安装BBR加速 BBR是Google推出的一个加速的算法 安装之后的话 整个网站的速度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安装的方法很简单 直接复制这行代码就可以了 为了节省时间 我这边就不去给大家去演示了 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们整一个安装环境就已经搭建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就正式安装Word price 首先我们复制这一行代码去安装Git工具 安装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从网站来拉取Word price配置文件 好现在文件已经拉好了 然后我们进入Word price的目录 进入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去修改一下关于域名的一个配置 输入代码就会跳转到这里 我们键盘按i进入到编辑模式 把这边地方的网址 替换成自己购买的域名 关于如何购买域名 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这两期视频 这里也就不重复了 好把域名修改完成之后 这边就已经完成了 键盘按ESC返回 然后按英文的冒号wq保存 接下来的话我们去设置一下自己的数据库密码 我们直接把这个复制过去 然后的话我们来启动Docker 现在它就会自动进行安装 好这边的话已经提示安装成功了 我们去查看一下系统的运行状态 可以看到这三个状态全部是UP 说明已经运转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在浏览器里去输入 我们服务器的IP地址 或者是自己绑定好的域名就可以了 我这边的IP我直接复制一下 好的我们到这里就可以看到 Wordpress的一个安装界面了 我们语言选择简体中文 站点标题的话这些自己设置 密码的话就是登陆网站后台的密码 电子邮件输入一下 好接下来点安装 到这个界面说明已经安装成功了 这边输入自己刚刚设定的运户名和密码 好的现在已经安装成功到后台了 我们可以查看站点去看一下这个网站 现在是已经正常运行了 如果说你绑定好域名的话 在这里直接输入自己的域名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 直接去发表自己的文章 通过Docker环境打建Wordpress 只需要5分钟不到的时间 复制几行代码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资源占用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这个Wordpress安装好之后 VPS还有很多可用的性能 我们不能浪费 接下来同样一个服务器 我们还可以给它安装一下代理工具 安装代理工具的话 还是用我的老方法outline去进行个安装 outline它的本身就是基于Docker环境的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复制一行代码 就可以安装成功 方法很简单 我们去打开outline的管理工具 然后点击这边的添加 选择最后面这个 然后把这一行复制到你的后台 回撤大概等一到两分钟就可以安装成功 好的现在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行代码 我们把它复制到outline的管理软件里面 然后点击完成就可以成功了 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提示 是需要我们在防火墙 来增加一个规则 很简单 我们在代码这里看到 是需要我们开启 tcp61787短口 tcp udp1949短口 我们来到防火墙这里 点击添加 上面启用 然后这里选择tcp 下面输入61787点击添加 同样的方法添加 1949的tcp和 udp两个端口 这三个防火墙规则添加成功之后 再点击outline管理的添加 就可以看到已经成功的页面了 成功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这边的电脑标志 选择连接此设备 点复制 然后把我们的链接复制到 我们的代理工具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边测速一下 可以看到已经连接成功了 我们打开YouTube 播放一个视频看一下 可以看到已经顺利播放 说明代理已经正常运行了 虽然速度只能跑到25000 但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个服务器上 也可以搭建个人的网站 也可以用这个VPS实现其他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安装离线下载工具 安装影音播放工具 安装自己的一个私有云盘 如果大家选择是中美专线 或者香港的服务器 速度相信一定会更快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绍的VPS 一与两次的用法和功能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对VPS的其他一些功能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考虑之后会做更多相关的视频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 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 帮到更多的人 那我们下期再见